哈喽大家好 小北妹今天给大家带来 海绵宝宝之会说话的小窝 假如你的宠物会开口说话 你第一个想要问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看看你和海绵宝宝的脑回路一不一样 周末海绵宝宝和小窝一起在家看书 小窝居然还是个兔毛球高手 小窝叫了一声 海绵宝宝自信的以为他饿了 给他倒上了蜗牛专用凉 小窝气得一脚踢反 全扣在小海绵脸上 啊我知道了 你想追溜的玩是不 拿着牵眼绳这样套在小窝身上 小窝完美躲开 这小玩意到底想干啥呢 俩人你追我赶 貌眼咕咚的 大吉大利小窝吃鸡 这小窝横眉竖眼的 巴拉巴拉说一堆 咱也不知道叨叨啥呢 这时海绵宝宝看到书上 有个蜗牛专用传译项圈 马上拨通电话 在是当天送到还是最快送到 海绵宝宝选择了最快 好的您的物品已经在上星期四送到 一回头果然就在家里呢 迫不及待的赶紧拆开 轻轻一碰 泡沫灰脸 再深深一吸 嗯 就是这个味儿 马上拿出传译器 给小窝带上试试 一句 哈喽你好海绵宝 把小海绵感动得落泪纵横 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小窝 第一个问题 你都做什么梦 小窝常常梦到自己飞艇老高 然后对敌人狂喷毁天灭地的怒火 把海绵宝宝像猫孩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你有啥人生目标 小窝回答道 想完成改装他的超炮 这超炮好像是轮子 好下一个问题 我今天这裤子好看不 显得屁股蛋子方方正正的 这小窝能和人沟通了 他不得带死你险不险吧 既然是碰到佩拉星 派总这嘎嘴巴也太臭了 给小窝都熏坏了 我派总就是异于常人 把拉一桶里的零食残渣 全倒在身上 这回香喷喷了吧 随后碰到了珊迪小可爱 珊迪对于这个有点不屑 毕竟他已经发明出 和他传译器了 海绵宝宝带着小窝 来隔壁老张家敲门 对于小窝会说话这事 章鱼哥还是很惊喜的 马上带小窝参观自己的家 尤其是那引以为傲的完美画作 没成想被小窝吐槽 就这还叫艺术 幼稚鬼好没品 这俩凡人精可瞎走了 老张露出邪魅一笑 到了晚上 老张潜入小海绵家 把小窝的传译器换成了对角 通过对角 一会儿支持海绵宝去倒睡 一会儿又要去公园撞大树 再不就是屋里太热了 开窗也不行 海绵宝宝也是狠 直接整面墙砸烂了 这还没完 说一公里外的风景比这儿漂亮 小海绵二话不说 就把房子移走 带小窝去看风景 结果没啥住 房子沿着夏普遥跑没影了 睁睹一宿天都亮了 这可咋整 物价可归了 章鱼哥又使坏 小窝发现被吊包 把对讲机 直接弹进章鱼哥坊眼里 咽了下去 小窝叫 章鱼哥就跟着叫 这时海绵宝宝的波罗乌 自己跑了回来 又能和隔壁老张做邻居了 章鱼哥一直蜗牛叫 遭到了其他宠物的集体暴击 海绵宝宝是一头雾水 不过小窝可是心知肚明哈